立法院临时会 昨天针对前瞻基础建设条例草案 继续进行朝野协商 由于民间出现了不少的疑虑 再加上在野党是坚决反对 昨天民进党政府释出善意 将八年八千九百亿的预算 改成四年四千两百亿元 而昨天晚间 国民党团讨论之后表示可以接受 不过坚持轨道建设的预算 必须删到剩下三分之一 今天前瞻条例是不是能够完成三读 朝野恐怕还有不少的拉锯站 民进党誓言要让前瞻基础建设 特别条例草案在本周完成三读 在野党要求全案应回委员会重审 上午国民党团持续占领主席台 要绿营事述善意 而下午传出民进党政府考量各界对前瞻 有许多疑虑 加上在野党坚持反对 同意将前瞻八年八千九百亿元 减成四年四千两百亿 对此国民党团证实 确有此事 民进党团也不否认 目前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在被讨论当中 那我们国民党的看法是说 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看 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沟通 譬如说有哪些有经过还评的 那该被纳进去的可以放进去 国民党要希望期待用四年一个阶段来编练 也可以接受 但是要很清楚的整个计划 必须要是完整的 外传民进党团总召 柯建民已经向行政院长林全 沟通前瞻其成和规模减半的事 可是如果四年没有完成 在立院同意之下 还是可以延续计划并且追加预算 而立院上午也让立委在世直询 国发会主委陈颠师等官员 实在力量党团炮火猛烈 质疑前瞻计划抄袭马政府的报告 如果马英九四年五千亿的那一个计划 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多少的债务 还因见不远的话 我们的新政府为什么要犯相同的错误 当然我想我们如果有任何错误 本来就是应该要更改 不过那么我们希望说 看出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有问题 那么能够经过大家公众讨论 虽然绿营提出前瞻规模减半的条件 不过蓝营执意要排除轨道建设 也担心这是绿营的缓兵之际 因此党团内部还在评估中 记者陈嘉欣谢启文台北报道 延延夏日全台各地高温动辄三十多度 劳保局统计过去六年来因为气温过高 造成职业伤害而勤领直灾给付的案例 上个月初台湾蓝宇才发生一名印尼外劳疑似 因为在大太阳底下装卸货 造成热衰竭死亡 尤其七月高温更热 每日平均温度都超过三十度 更要小心中暑热伤害 根据劳保局最新统计发现 过去六年来因为温度过高 造成职业伤害而勤领直灾给付的案例 已经有十二件 我知道有的人就是上下班 如果骑机车受伤的话 也是可以申请那个直灾 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要给的 劳保局表示劳工如果在高温环境下 因为工作造成中暑 热休克 热中风 热衰竭或是热肌卵等疾病 都符合直灾给付的标准 过去这十二例直灾申请案件中 有六例是伤病给付 有一例是失能给付 死亡给付则有五例 而且死亡给付都高达百万元以上 不过劳动部强调目前台湾的天气 还没有达到难以在户外工作的条件 所以没有高温价的规划 不过依法规定 雇主应是工作环境给予劳工防护 充分休息与饮水 以确保劳工健康状况 否则雇主将被处以三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还 如果造成劳工生命损害 雇主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记者来说明讲东西 台湾报道 年度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出炉 而今年的前几名跟去年一样 是由台大 成大跟清大等几所学校来包办 至于长庚大学 在今年是抢下了第七名 是私校第一 在台湾哪一些大专院校 是受到肯定的优质学校呢 元件杂志和台大教授合作调查 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 前五名是台大 成大 清大 交大和阳明大学 长庚大学今年及起直追 攻占第七名 成为私校冠军 长庚以论文数大增 拉高学术研究和国际化成绩 而这前十名也有四所是以医学为主轴 但国内顶大好成绩 拿来和六月份英国高等教育调查QS的 世界最佳大学排名相比 部分学校略有下滑 纵观整体数据 在一百零二所学校当中 只有三十九所是公立学校 但有十八所排在前三十强 而在探究南北地区分部 会发现到国内高校的区域平衡有些问题 工业和电子业都集中在北部 所以说在南部的话 还是以农业为主 实验室的成果 要能够推广到产业界的话 它一定要有一个适量产的过程 在我们学校就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以社会声望 学术成就 教学和国际化等面向 对全台各大专院校进行调查 希望这年度指标未来可以让学校 在办学上拿来当成参考 记者曹人郡沈志明 台北报导 再来看财政部的最新统计 台湾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 位在金字塔顶端 百分之五的平均年所得是四百七十一万 但是位在最底层百分之五的平均所得 却只有四点七万 两者差距高达百倍 每天努力忙着工作加班赚钱 但是景气差 每个月生活开支几乎打平 又人找不到工作 不少民众感叹日子是越来越难过 财政部发布一百零四年 综索税申报资料 资料显示 台湾所得前百分之五的家庭 平均年所得为四百七十一点五万元 最后百分之五的家庭 平均年所得只有四点七万元 差距高达百倍 进一步分析所得来源 前百分之五的家庭薪资所得 平均是两百八十六点八万元 鼓励所得平均一百二十三万元 分别是最穷百分之五 家庭的一百九十八倍 及九十七点五倍 可见贫富差距不仅在薪资所得 有钱家庭的财务投资 也加大了贫富落差 此外贫富差距也体现 在城乡落差上 台北市跨国企业聚集高薪值缺多 因此每户平均所得达一百三十二点六万元 居全台之首 新竹县市则因为新竹科学园区坐落 平均薪资较高 分居二三名 但农业县为主的嘉义县 南投县屏东县等 家庭平均年所得都只有七十三万 也凸显城乡资源分配不均 学者认为政府在五加二创新产业政策里面 有一个新农业循环经济政策 如果农业可以优先品牌化 提高附加价值 将可拉高农业县市的所得 进而缩减城乡门槛 记者会有陈欣龙退报道